什么是绿炮性咽炎 孙继洲西电集团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 绿炮性咽炎 它主要就是慢性肥厚性的咽炎 从病理上看 它主要就是咽后臂黏膜 它有广泛的一个冲血 肿胀肥厚一个症状 而且粘液线周围 它有很多个凸起 我们检查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看到 咽后臂有很多小颗粒状的 一些淋巴绿炮的一些增生 这些淋巴绿炮可以是冲血 肿胀的 红肿的 这些好多淋巴绿炮 可以融为一体 变成个大绿炮 患者通常会有咽后的义无感 慢性咽炎的一个症状 它的病因有很多 主要有吸咽 喝酒 还有经常使用辛辣刺激的食品等 专家提示 一 绿炮性咽炎 主要是慢性肥厚性咽炎 表现为冲血 肿胀 肥厚症状 一般看到咽后臂 有很多小颗粒症的淋巴绿炮的增生 这些淋巴绿炮 冲血肿胀 红肿 变成一个大绿炮 二 患者通常会有咽后异物感 病因主要有吸咽 喝酒 吃辣子等